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学法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Sighter Gator的定义 什么叫做Sighter Gator,用过Java的朋友都知道,Javabin嘛 一般都是有一个属性,有一个Sighter设置方法,有一个Gator取得方法 ES6也不例外,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 它非常类似于Javabin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在类中定义Sighter Gator的方法,该怎么定义 马上看实际演习,咱们还是上次的Player的类 然后呢,构造器和上期一样,下面大家请看 不一样咯,Gate是Age,Sight也是Age,没问题吧 Gate呢,没有参数,然后直接返回什么,Dist点Age 一般大家注意啊,一般我是返回这个模板级的变量 我都愿意加个下化线啊,以示区别其他的变量 好,咱们GateAge呢,返回模板级的下化线Age这个变量 然后Sight呢,传进一个参数,然后呢,把这个参数 复给,大家请看,模板级下化线Age这个变量 哎,这就完成了一个GateSight 这么一组的使用,一组的定义 定义是什么呢,定义的Age这个属性嘛,对不对 也就是说,Player呢,它具备了Age的属性 咱们可以给它复值 同时呢,可以取得它 怎么用,大家请看,下面就是它的用法 我呢,跟上期一样,定义了一个Player,叫做库里南 没问题吧,然后大家注意看这行 Player.age 它怎么就等于Age呢 因为这个地方Sight的设置了,对不对 等于28,然后咱们去打印一下 这个Player的对象都有什么内容 同时再打印一下Player.age 看看能不能取到这个28 如果能取到,说明什么 说明掉用了Gate的方法 这边设置,用的是Sight的方法 没问题吧,OK,咱们马上运行 我建一个例子,建一个文件 好,咱们马上试一下 虚拟机不知道为什么 在切换这个type之间的时候 有点慢 好,我拷贝过来 马上运行 Go 叫Note的空格test回车 大家请看 第一行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这个对象 整体输出 没问题吧 它有name属性 有sex属性 还有一个下话 下age属性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直接输出 Player.age 就是28 没问题吧 好 我想再给您运行一下 运行什么 我把这个输出 Player的内容的输出 把Player这个对象内容输出了 在这个赋予age前 咱们再拷贝一个 为什么 我实力化了这个Player 但是我还没有给它复值的时候 看看这个age属性是什么 可以吧 OK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它其实没有这个age属性 只有当咱们set给它复值之后 它这个对象里面 才会出现这个age属性 这个是渣瓦脚本 非常灵活的地方 请您能够掌握 就因为它太灵活 有时咱都不知道 这个属性我在哪复值了 查半天查不到 这个就不如像Java这种严谨的语言 这么严谨 但是这也是 Java脚本非常灵活的地方 就因为它不是那么的严格 所以说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您不觉得吗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setter getter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的代码 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供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